Patreon也太久沒有出片 相當之不好意思 但這一集也不好意思 因為我會放在youtube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一個訊息 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Fight for dream的系列 都是我覺得在和夢想奮鬥的過程中 希望和你們一起打氣 我由網台主持做網台 都是我能夠當中找到我的夢想 現在每天都在奮鬥 其實我都希望你們能夠找到你們的夢想 人是應該要有夢想和向夢想奮鬥 我是覺得香港現在是很有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只希望不勞而獲小勞多旺 也沒有夢想和不想去奮鬥 去向夢想奮鬥這件事是很辛苦 很多挫折的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你要喜歡這件事 你喜歡這件事 你就會想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然後每人進步 人是不可能沒有任何挑戰而成長 這個系列真的沒有什麼系統 想到什麼就跟大家說什麼 我最近看到有幾個項目 我綜合三個項目 其中一件事 我覺得很久不久 有時可以看Plancha的影片 你不要笑 如果你覺得那些事是完全一無是處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能要調整一下學習的心情 除非我已經很成功 可能我已經成功到Top Sales 幾十億幾百億身家 就是這樣說 通常這些Top的人 分分鐘他更加願意學習 更加謙虛 他介紹了一本書 一本書就是講成為世界級專家 其中他講過作為一個個人 作為一個教練 作為一個團隊 如何成為一個專家 其中當然講了他選了兩本書的幾個項目 當中有一兩個項目 我覺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是講Passion 一個是講Coachability Passion是什麼呢 就是講熱誠 他在書裡面 即Brancha的引述書裡面 這本書就是他寫的 我想他每個定期都會介紹這些書 其實真的非常厲害 這本書就是講Passion 例如說這個很出名的NBA球員 Charles Barkley 當他的腳傷了的時候 他寧願單腳都想練射球 何謂Passion呢 Passion的對面 就是做完就算 做到就算 這個就是相對 Passion就是 Passion有兩個特點 就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都想做 還有你想做是越做越好 小朋友最常見到什麼Passion 打遊戲 是不是 女生最常見到什麼Passion 可能是化妝 拍拖 這些你不用教他的 你不教他 他都會越做越好 通常有什麼沒有Passion 讀書 做功課 這陣子我都會談及一些朋友之間的 一些教育的 topic 就是我沒有子女 我沒有資格去批評說 但是你純粹當我自己法治內心 就是香港的教育制度 我覺得是相當之悲哀 而悲哀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斷灌輸要那些小朋友 去做一些他沒有喜歡 他不喜歡 他沒有熱誠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他不聽話 我想問 你叫小朋友做一份功課 我叫你坐著你做給我看 你坐著你兩個小時做一本功課給我看 或者我去圖書館 不是我去書局 我隨便買一本書 我買一本當代哲學文化 我給你讀 你坐著你讀兩個小時給我看 你也做不到 是不是 我們上 譬如我和我童年的 或者大小小的 我們經歷的年代就是 我們上一代其實是不太理會我們的 是不是 我們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出生 我們的上一代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 還是脫貧的階段 也沒有那麼多資源 所以就由我們發揮 反過來 現在我們這一代的 就是因為 方死子女不夠資源 我想說 給子女最大的資源 就是 給她受挫折 以及讓她發掘她喜歡做的事情 是不是 成功 一定要有 passion 我覺得 除非你說她 我覺得沒有 她最後靠炒樓 收租 很成功 真的沒有那麼多說 這樣 但是 大家想回 我們那一代 是我們就能夠 隨意發揮 找到我們的 喜歡做的事情 去到現在 為什麼我們要 令到下一代 做些我們 他不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 沒有人說叫他不讀書 你也要有一個平衡 但是是不是需要做二十八份功課 再六個補習班 七個興趣班 這樣 是吧 那passion就是 現在 現在出來 你比我看到 很多人都找不到熱誠 不敢去找熱誠 你一件事要做得好 一定要 第一件事 不叫你都會做的 譬如 我做一個 網台 營運網台 那些 partner OK 我不叫那些staff 大家叫同伴 同事 他會不會 剪完這條片 就算數 是吧 他反過來 就是他不叫他 都會想剪的 因為他想越剪越好 他知道剪完好之後 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效果 是吧 不叫都做 還有不只是做完那件事 這些就叫熱誠 是吧 相對著就是做task 很多人 譬如你見他工作 譬如他要打一份report 他不想打 隨便打完便算數 那你就說 為何他做得這麼差 其實他永遠不是能力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世代裏面 大家的能力都是有的 因為大家都有這樣的讀書 和語言能力 這樣說也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是 不懂相處的能力 其實相處能力是最重要的 比你讀一百本書都沒用 OK 但是怎樣也好 現在成年人來說 都有基本的能力 為何他做這份事做得這麼差 不是他不做他不想做 所以譬如我要和我的主持partner 或者我台的partner去合作的話 熱誠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沒有熱誠的話 是你的責任 就是一個員工沒有熱誠 是僱主的責任 但是最終員工如果真的沒有熱誠的話 他自己就受苦了 因為他的事不會做得好 或者每天都是喊苦喊忽 等下班做 就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coachability 當中的書裡面講了其中一個例子 譬如說Michael Jordan 是不是這個 我都忘記了這段影片 但不要緊 我馬上想起 因為好像是 因為有他講Phil Jackson Phil Jackson有講過 怎樣令Michael Jordan聽他說 尤其是這個世代 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聽人說話 就是不喜歡聽人 覺得好像教他 罵他 尤其是這個世代 那些人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多資訊 那你幻想一下 你有什麼難得過 你要Michael Jordan 聽你說話 改變他自己呢 當然 這個是很雙向的 Michael Jordan 能夠成為Michael Jordan 就是因為他肯聽人說 他能夠聽Phil Jackson說 他能夠聽Tim Glover 不是這個 Tim Glover說 他最後十幾年的私人教練 於是他成為了一代的神 他在Phil Jackson之前的話 他已經是Superstar 戒戒得分王 但就拿不到總冠軍 Phil Jackson當然知道他是Superstar 你要他去信任他的隊友 分些球出來 射少些球 怎麼說呢 那麼Phil Jackson就唯有軟硬兼絲 軟的就跟他說 喂 你最後你都拿不到冠軍 你不是想拿冠軍 第二件事就是說 你試一試 你不是要你不射 你射少幾球 而Michael Jordan也都要知道 就是 他再是不聽的話 他真的拿不到總冠軍 你不是不想拿 於是他相信決定採用 Phil Jackson的三角戰術 去嘗試做多些團體進攻 然後 Phil Jackson跟Michael Jordan 拿了六個總冠軍 所以 我們不是很多人都會是Phil Jackson 如果管理層 或者你是家長 那你就是Phil Jackson 但你也要想想 Phil Jackson 你幻想到你的子女是Michael Jordan 你怎麼跟他說話 你是不是就這樣罵他 你以為Phil Jackson如果一尾罵 吃屎了Michael Jordan 你不聽就走 你以為Michael Jordan會不會聽來說 而我們更加大部分 我們都是一個球員 多過我一個領隊 問你自己 你能不能比Michael Jordan 如果你能不能夠聰明 是不是也要聽別人說 而更加主動的一步 亦都是我想分享 就是要找老師 你肯聽別人說 你也要找老師去教你 而我想跟你說 你找老師的難度 是遠比你想像中低的 因為人我發覺 是很喜歡被人尊重 和喜歡去教你 我自己是一個很感恩 就是我遇到很多很多老師 和貴人 譬如我做節目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主持 也不是認識很多東西 但我很幸運 就是我會遇到很多不同的網台主持 那我就很喜歡問他們 或者我透過節目就問他們 其實你見到節目有時候都是我去問的 我問的就是我想學的東西 譬如現在的財經台 我和所有的財經台節目都合作過 現在的財經台 我現在合作最多都是文錦Sir 我和Yougine做過節目 今天講故事節目我和他做 大師我也和他客串過幾集 和他做節目 然後和其他不同的主持 譬如Dr.Um 羅家聰 你每一個人 假設我要做一個財經主持 我當然是希望他認識所有財經分析師的優點 我就是問他 你怎樣分析這件事 你怎樣熟悉這件事 只要你是夠虛心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願意教你的 你不要串7-7 所以各位朋友 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 你如果真的很有熱誠 你想越來越進步 你進步 其實你是開口問 你不開口問 其實你想想 你是不是放不下自己的自尊 如果你真的放不下 你又問自己一句 你的自尊會不會比Michael Jordan更大 到最後 Michael Jordan放不放下他的自尊 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想不想拿中文軍 你也問你自己的問題 你想不想成功 這個不是有多難 是你選不選擇 你會發覺 你能夠教導你東西的人 是何其多的 然後你學東西 是多麼好的一件事 這些就是一本萬里 只不過是虛心問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請教你這個問題 通常的答案是遠比你得到的多 尤其是你追蹤目想的過程 去找人幫你很重要 你不要說 你找人幫你 不要有態度覺得 你好像很慘 很悲公屈膝 不是 你要想回 你有這麼好的一個想法 吸引更多人 想去參與 想去幫你 這個才是那個 人是會希望找到 發光發熱的東西 去依靠他 所以 不要賣小強 不要說自己有多麼慘 我見到一些圖片 說我多麼慘 我也試過 我都有試過 你跟世界講 你有多麼慘 第一層 你可以想得到一個安慰 你希望有朋友的支持 朋友的安慰你 跟你說你也不是那麼慘 當你的心情 調節之後 不要再說自己慘 記住 你說自己慘 這個世界吸收的能量 就是你要慘 是阻止你不到的 是嗎 咬牙關 我怎樣捱回頭 世界就是喜歡一些激勵故事 我們有幾可喜歡一個故事 就是他一層百踩 我們是不是人 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歡 看任務戲 都是喜歡看他怎樣挑戰難關 爬起來 你嘗試做回一個這樣的角色 OK 這樣就會很多人願意幫你 第三 我最想最想說 也是為什麼這一部分要free的原因 就是安穩不代表安全 這個 尤其是我們現在面對一個 對上十幾十年 或者都是比較安穩 雖然我不覺得 但是很多人會有這樣的覺得 尤其是現在我們面臨更多不明朗的因素 更多不確定性 喂 只是想想想 由上年貿易戰 跟著然後疫情 接下來中美戰 總統大選 香港的政局 喂 你這麼多這麼多的東西 我是 有兩套戲我很喜歡 一套就是Margian火星任務 一套就是Matt Damon 第二套就是Will Worsett 就是Brad Pitt的電影 Brad Pitt的電影裡面 其中一句就是 誰要keep moving 誰要動動 生存能力越高 這個就是 有人會覺得 喂 不是喔 如果走得太快 很危險 對 但要視乎你在哪裡 如果你在一個小樓中中的話 你當然是keep住的速度 還可以看看沿途風景 不是喔 如果你在一個小樓中中 100K的訂錢 那當然危險 現在香港是不是小樓中中 或者做生意本身 這件事是不是小樓中中 或者即場本身 有可能的 可能你做政府工 我不知道 很穩定的 但以我看的經驗 我都十幾年對人處事 往往我看到 當你打算 很多人的工作 想走與不想走之間 一件事想解決與不想解決之間 越拖 是往往越大鑊 和你指示一樣 OK 你在一個小樓中中安穩 OK 但是如果這個世界 是一個高速公路的話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一條小路那裡 走40K很安全 你一個高速公路走40K 安不安全 是很危險的 安穩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往往為何會有變化比計劃快 但我明白的 因為你一不安穩 你就要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是很辛苦的 是很不安的 但是如果 第一件事 如果你想越來越進步的話 一定要不斷地去 接觸不安全感 所以為何小孩子 要不斷地接受挫折 你要被他輸 要被他摸倒 當然你沒有摸死 當然不行 這是大人的功力 但你要被他摸倒 你沒有人被他摸倒 你要被他經歷錯誤 不讓他失敗 最好就是試過 譬如在公眾場合說話 為何外國會叫他 多鼓勵出公眾場合說話 要被他慘 你越小越不接受 越大過越嚴重 所以小時候 其實就是訓練一個小朋友 怎樣找出他的 passion 怎樣去學習 脫離他的 comfort zone 去嘗試新的東西 希望這幾個比較啟發大家 如果你覺得現在很安全 說真的 我就覺得我現在看到的 我都接觸很多不同朋友 各行各業 大部分都是麻煩的 都是不知怎樣 都是希望等疫情好些 不要等 主動出擊 你一定有工作 首先你的工作 找到你的熱誠 找到你的熱誠 怎樣進步呢 找老師 最簡單 就算你找不到人 輸也一定有 買一本書 一百元而已 真的包你 覺得好像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最後勇於嘗試 哪怕少許 試多些 可能你會出事 你是煮食的 試試我今次加這隻菜 看看行不行 真的不好吃 但你要試 永遠就是 當你想著我只買這個產品 我很安全 然後突然間神事某事 就會出一間公司出來 比你更便宜 然後就跟你打 然後你不夠打 你就輸了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在追尋夢想的路途 繼續一起努力 OK 有些什麼想法看法都可以打開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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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